利用教室间隔的狭小空地 学生们进行暖身 在教练的指导下丢纸铁饼 凭着常练习的感觉 才能丢得又高又远 不过好成绩的背后 先天势力较差的他们 都得付出更多倍的努力 因为在特殊学校里面的学生 无论是视障 听障 甚至可能智能方面发展比较迟缓 他们更需要拥有一个友善的 而且是被平等对待的 这些孩子由于他在一些条件上面 可能比较弱一点 我们更要有更多的关心 然后真正能够让人权正义 在学校里面实现 面对这些特殊教育的学生 在校园内如何保障他们的权利 台中启明学校承办教育部 举办有三校园特教部分学生事务 与辅导工作计划的人权法治教育研习 由来自全省18个县市上百位老师 从案例和实际接触特教学生 能对友善校园夺一份认识 对象是来自全国的各个特殊学校的老师们 总共来了一百多位 那这个议题 现在其实在学校里面是非常重要 不只是一般的中小学 更重要的是一些特殊学校 推动友善校园的时候 常常会有一个误解说 只要学生之间友善就好 其实我们现在更重要的是 师生的友善 亲师的友善 进一步才能够带动亲子之间的友善 它整个是一个整体性的 副市长蔡炳坤也提到 特殊教育的小朋友 需要更多的关心与耐心 除了多给鼓励和表现机会 也透过这样的研习会 进一步维护并保障学生及教师的权益 记者者们欢迎台中启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